好的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最新的資料 那這個是衛星雲圖上面顯示出來 它在下午兩點雖然已經是中柱颱風 不過它的颱風中心一直都還沒有出現 不過現在的這個圖 就可以慢慢的隱約的看到這一個 在這一帶將來就會露出颱風中心出來 颱風眼將來就可以看得到 那今天臺灣在這一個外圍環流的影響之下 還是非常的熱 因為有些沉降的作用 所以在北臺灣出現了40.4度 在中南部還是有午後雷震雨的現象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颱風的這一個動態 從這一個颱風的顯示預測圖上面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它未來的路徑 主要是先向北北西 之後轉向西北 那目前星象局預報的這個路徑 是符合西北臺的這樣子的一個定義 不過因為有不確定性 將來稍微偏難一點 就變成一個登陸的颱風了 以它目前在臺灣附近的這一個強度 已經達到中臺的上限 所以它的威脅是非常大的 不管是西北臺或者是登陸的颱風 都同樣的要加強的戒備 那我們來看一下以目前如果是西北臺 就是一些東北風可能會帶來 迎風面的這個降雨 不過到了晚上這個降雨 就會越來越明顯 另外在西半部還是很晴朗 不過在午後還是有一些雷震雨的情形 那到了禮拜三禮拜四的話 就特別要注意了 因為颱風環流進來了 又是一個中臺上限的颱風 所以對各地的威脅都很大 颱風中心附近的這個強風 以及整個包括外圍環流所帶進來的這個豪雨 我們可以看到雨量相當的大 影響的範圍也很多 只有在花東的這個地方 因為中央山脈的屏障 反而是這個風雨相對比較小的這個區域 那什麼時候會好轉呢 等這個颱風上到這個馬祖以後 臺灣的這個颱風警報 就會依序地來解除了 不過因為中南部 還有這個一些西南風 會帶來不穩定的大氣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 這個好雨 局部好雨的這個現象 在周五的時候 即使解除警報了 還會還要繼續的注意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整個時區上來講 在明天來講 就是北部東半部 開始會有一些下雨 不過越晚北部東半部 東北部的雨就會比較明顯 中南部還是屬於午後的這個對流 周三四是影響最大的一段時間 全台都要防強風好雨 是會自災的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那在周五的話 颱風雖然已經通過了這個馬祖 警報也逐漸的解除掉了 中南部還會有一些 局部好雨的這個現象 還持續要注意 以上是最新的這個資料 以上是最新的這個資料